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这个是佩洛欣说的 结果现在风景线直接就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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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突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光复美国 光复美国 川普革命 川普革命 光复美国 光复美国 川普革命 你不是刚刚是谁在那边乱笑 叉气啊 我是我是我是 你为什么在那边叉气呢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们在那边鬼吼鬼吱 乱讲 乌三不成礼 我们以前去抗争的时候 都至少要喊三遍 不是在外面有feel你知道吗 然后坐在这边 然后那边喊一遍 你喊给我们所有野理院的观众听 给我们所有的客观看 给我们的大爷观人看 要光复美国 对 给我们所有拥有台湾价值的人看 为什么书很常在放枪啊 不知道 他就是没有台湾价值嘛 你打麻将有没有放枪 你没有台湾价值嘛 我还好 你是想像相公的那一个 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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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不是打麻将 这是满满的台湾价值 什么台湾 这是美国价值 你们不要把我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我讲成打麻将 我们现在是美国价值 台湾价值 可是每个人看的都很开心 对啊 因为美国价值是跟随台湾走 大家都很欢乐 看 我们台湾的旗帜 引领你们的民主路 真的耶 看 我们的太阳花 照亮你们的革命路 这可不可以拍成样板戏啊 样板 我刚才在 我刚才在 我已经有词了 对不对 我已经有词 不要怕 千万不要怕 虽然已经牺牲了四位弟兄姐妹 手足 但不要怕 只要我们心存太阳花 只要我们带着台湾的旗帜 跟随台湾的旗帜前进 我们一定有满满的台湾价值 我们一定No.1 但你这样讲也不对 因为不是只有台湾的旗帜 哦不是只有 可是有个好大面 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 你没看到啊 没有我们中国 你知道 那个大陆也没有看到的 可以到我的脸书Facebook去啊 那个CNN的截图 新闻画面 我知道啊 一大面青天白日满地红 然后底下写 那个She has died 哈哈哈哈 为什么She has died 就那个人一死啦 他的新闻标题是那个 被枪击一死 对对对对 我想说为什么She has died 那画面是那个 是 不是说那个台湾戴的 我想说为什么她戴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看啊 Women shot Women shot at US capital has died 哈哈哈 就这样子啊 我想说为什么 她说那个被枪击的女性已经 没有不是 不是只有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 哦不是吗 还有那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也去啦 哦就是刚刚你要讲的梗是不是 光复香港 施法 时代革命 她本来是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可是他们那些那个 他们我们要正确的名字 黑衣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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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定调的 每次要强调 对对对 因为那些人跑来台湾 胡搞瞎搞 所以绿没错 他们这些黑衣魔 你们只能在香港乱 你们不要跑来我们台湾乱 你们不能来台湾 然后呢 他们不是到处闹都会喷漆吗 然后喷 他们要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光伤香港 蛤 为什么变光伤香港 他不会写字啊 不会写人伤害的伤啊 然后时代的实险 实罚 实罚革命啊 胡刚罚贵 对对对对 他多一匹 所以大家就讲光伤香港 实罚革命 但是他也没有错 因为他们真的有去砍 有去罚 不是 对不对 因为他们没有错的原因 是因为他不读书 哦 这年头不读书也变得正确了 对 不读书是对的 我为什么要读你们中国书 我读了中国书的话 我认为慰安妇阿嬷是被迫 人家不对的 人家会触怒日本的 慰安妇是自愿的 我不能读你们中国书啊 对不对 读了中国书就没有台湾价值了 就不懂怎么样叫做做贱的极致 哈哈哈 对不对 但说实在 我们没有去再关注 香港暴徒无脑的行为 你们真的很不关心香港 可是 他太无脑了 可是我要关心香港是说 人家这些 你说他无脑 你说他黑衣魔 人家有罚有砍有冲有壮 还没死了 对还去搞铁路交通 烧铁路 还去阻挡公交车 然后还打那个 不认同他们的那些 一般民众 还去机场绑记者 对 然后还放火烧人 然后还查人 我们都有看到画面 大陆记者被绑在那边 对啊 对啊 然后那些暴徒没人死啊 人家没人死啊 对啊 人家这些黑衣魔们 个个都好好的啊 对啊 然后全世界的所谓自由国家们 还都声援啊 对 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这个是佩洛希说的 结果现在风景线直接就 蛤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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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哈 可是重点是他拿了人家的信 喂 你真的做得来耶 他还把人家的信拿走 你是多想要冲进去啊 不是 我觉得他 他拍照还拍的 脚还不错 两只手还这样 有没有 哈哈哈 哈哈哈 妈呀你再来 你再来一次 你再来一次 那那个人不是这样吗 而且他两只手 好啦不要动不要动 哇 we are watching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 so great 哈哈哈 不要闹 不要闹 漂亮的风景线 就在 就在裴洛希的桌前 不知道他看清楚了没有啊 对 欸就在他的桌子 哈哈哈 他看清楚了 所以才叫那个 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演绎这一段 哈哈哈 欸你就是裴洛希嘛 嗯 你不能演裴洛希啊 不要他是老女人 你要想说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是漂亮的风景线 beautiful 什么beautiful song 对 beautiful sight 你要来演啊 刚刚他就 他刚刚秀给你看 你没有看到吗 哈哈哈 刚刚那个漂亮的风景线 就在你前面延展开了 你没有看到吗 看我看了一个角笑 那川普应该是这样 拿手机看他唱片 哦 beautiful 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哈哈哈 然后重点是 后来佩洛希看到了啊 所以他下令那个镇压 把暴徒赶出去了啊 啊 下令镇压的是佩洛希啊 对啊 所以他把他们赶出国会山庄 是佩洛希下令的啊 妖喜我 然后他们说要求川普赶快下令 让国民兵进驻华盛顿特区啊 那 川普say no 欸你川普自己把他叫来的耶 所以他no no啊 哦 所以川普 川普no 那国民兵又怎么来的 那个彭斯啊 哦他的副手背叛他 对啊 推特 对啊 所以他怪他 推特 真的是背叛者耶 好奇怪哦 他们不是都是治士吗 no 你们这个是暴力 你们完全没有符合我们民主 why 我们民主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他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 no 你们是暴徒 真的 他们手无寸铁啊 我们刚看了影片耶 那个第一个死的那个女的 他只是爬进去而已啊 他只是爬进去而已啊 就被人家开枪了 他刚要进去就 而且他是近距离开枪耶 很借很借对啊 所以必死无疑 某种程度上那个女的其实是趴着耶 其实他也有可以 我们照台湾的规矩 欸你怎么没有先打他手或脚啊 直接往他胸膛就开了啊 他打他脖子 对不对 他没有带任何的武器哦 没有 他们就不对等哦 不对秤的哦 你为什么不能用非致命性武器啊 对对对 你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 你为什么不是用辣椒水把它 奇怪旁边旁边怎么没有记得说 This is not China 对这里不是中国 这里不是中国 这里是美国 Washington DC 这里是Washington DC 我跟你讲 不是有人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这个美国是有民主的地方 美国是有民主的国家 所以民主就会死人 没有民主所以这些是暴徒 像香港他们不民主 所以上街抗议的这些人叫做爱国 国志士 啊 那所以民主的地方上街就会死人 嗯 那不民主的地方就不会死人 对啊 这什么奇怪的逻辑啊 我们民主啊 你只要挑战到民主 任何的牺牲都是合理的 都是应该的 谁在讲这一套啊 我们伟大的 国民党的叶庆元律师啊 蓝营的现在 蓝营的 我跟你讲 你现在看到民进党其实没讲什么 民进党只是说 我们对于发生这种事情感到遗憾 遗憾 哇那个朱立伦 恰别的气泡泡呢 怎么样 生气说你们美国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们这暴徒怎么可以冲进国会山庄呢 啊对啊 我以为朱立伦生气是说 你们美国警察怎么可以这样执法呢 什么 他说你们怎么可以 你们执法过当 不是他前面在伸援香港 说我们这个什么 从2014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第十几度伸援香港了 对于香港这种没有人权 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的地方 香港就是香港的政府都不对 对 香港的警察都不对 对 可是美国的警察都对 同时我们要声援美国的警察 同时我们要谴责那些暴徒 你们居然可以冲进国会山庄 谴责美国暴徒 对 声援香港斗士 你不觉得很错乱吗 很错乱啊 怎么会呢 因为香港没有民主啊 那美国的暴徒 美国的所谓暴徒 也不过只是现在进国会山庄 那是你们一群分赃的政客们的地方 没有 还有没有去影响老百姓的公车 这是我们政府的行政机构 那立法机构你们一般民众不能 对不对不对 我们要先讲 你有去过DC吗 我去过啊 你有去过国会山庄吗 我在门队 我有进去过 那个距离一般民众 还远的很 远的很 你知道那个国会山庄层层的 那个保护 你要进去都很难的 那个什么 台湾的那个立法院 距离民众也远的很啊 不不不他就在马路旁边 还是近了一点 他办法还有警察在那边守着 但是美国的国会山庄 是高高的在山庄嘛 你看他那个拒绝的群众 从门口到那个 到那个真的国会大门口 还好长很段距离啊 很大很大 他这个战略众生很长 他不像台湾立法院 就在马路边上 旁边有人住人 黑暗化的时候不是很多人民 自己家住在那里 不能进去吗 还不准要检查身份证拿出来 还要被那些黑衣人说你是谁 一个个盘查吗 你要怎么证明你家在里面 所以台湾立法院是在个很狭窄的街市里头 跟美国不一样 所以你们这些暴徒怎么可以进去 你看美国都层层去嘛 告诉你不能进去 你们还进去 那些香港黑魔更夸张 他是直接拦到路上 开始丢东西 把路堵起来 然后车上司机刚才有意见 都被拖下来就打 丢石头去破坏铁路 你不认同的话呢 我就拿东西砸你 他不是都砸到地铁里面去了吗 结果这些叫义士 对啊斗士 国民党的所谓斗士们 我们声援了多少次的斗士们 那他的理由说 因为香港没有民主 对啊 香港没有法治 所以他们革命是有理的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对不对 那美国那不一样 美国是很民主的 美国是有法治的 所以你们怎么可以来 你们这些暴徒不可以来 GET OUT 你们不能来啊 那这讲起来也有点道理啊 你们怎么 我们国民党的很多人这样讲 好像也通啊 香港没有民主啊 所以人家革命无罪啊 所以说的 香港人可以投票啊 他可以选立法会 区议员 立法会议员 都可以选啊 我们要普选啊 我们要真普选啊 英国也不能普选首相啊 有 对啊 首相不是人民投票的 对啊不是啊 各党大家来跳出来 德国也不是啊 对不对 可是说实在 美国其实也不算普选 美国也不是啊 美国就是因为国民党可以抗议啊 对啊 所以他们就阻止国会认可 选举人 那你这样讲 那四年前的Hillary也可以抗议 of course 对不对 那我普选票 到底有没有输入 那是你希拉蕊自己放弃 你自己放弃的啊 对啊 那我的普选票是赢你欸 嗯 对啊 对啊 那那个当那个美国历史上 普选票赢的很多啊 包括小布希那一次 那是你们 那是你们自己放弃 你们自己的权利啊 也是民主党赢啊 普选票就赢啊 我川普的支持者 我要维权 我要捍卫自己的权益啊 不是我跟你讲 为什么他们要愤怒 因为你那个拜登选上 叫做程序不正义 嗯 为什么本来是我川普赢的 怎么票开着 开着变成是拜登赢呢 你知道拜登的那个那个川普的控诉叫做 因为这个通讯投票 加上中国病毒 使得我的票就被偷走了 对啊 所以可恶的中国病毒 跟可恶的通讯投票 把我的胜利偷走了 嗯 把选票查出来 嗯 哈哈哈哈 你把失去的选票走路 你把失去的选票走路 你得给我找出来 一万多票 对 你们都不配合查 就是通通都被极左的民主党 跟被中共渗透的民主党 林非凡当初讲那话完全适用了啊 因为现在有急迫性啊 嗯 对我们要预防民主被非公民不服从啊 有啊 有很多人在问 林非凡要不要赶快买机票去美国声援 那些 暴徒 民主 斗士 我觉得他应该喊出 他当年那句很有名的话啊 嗯 他们违法 但是有正当性 是啊 其实是 因为他们真的跟太阳花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人民才是你们的总主 对啊 他应该说 菲洛西你要听人民的指挥 对啊 當政治独裁成为事实 革命就是义务啊 菲洛西要下台了 对啊 菲洛西下台 对啊 菲洛西下台 而且他们没有喊那个 警察后退 警察后退 而且他就在旁边 他们怎么没有喊后退 国家暴力 警察后退 国家暴力 结果人家国家暴力 直接杀人了 对啊 欸然后台湾都没人讲话 然后蔡英文为什么你说 这个遗憾 你遗憾什么 欸你是遗憾什么 你是遗憾人民被杀了 被杀了 还是遗憾人民冲进去 还是遗憾人民怎么可以冲进去 对啊 因为照你蔡英文的逻辑 这是对的 嗯 他冲进去是 因为他是为了程序正义 对啊 有什么错 其实程序不正义 我去抗议 难道有错吗 你遗憾什么 是 还是因为美国特别香 这个冲进去就不对 然后台湾这边就行 美国人想要的抗争 就是革命 就是伟大的民主运动 美国人不要的抗争 发生在自己家里的 就是暴动 就是riot 就是被杀了刚刚好 你看哦 今天全世界所有所谓自由国家 第一世界都是在谴责说 可耻的这个暴动行为 怎么没有半个人去说 哎呀这个死掉的这个民众好可怜啊 警察是不是执法过当啦 不讲哦 人家进去就开枪打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道理 你知道有一幕是 其实是总统自己叫我们来的 哈哈哈 对啊 其实是总统叫我们来的 对啊 听说还有游览车载着他们去呢 哦哦哦 你看 好台湾 我要讲哦 那你讲你讲你讲 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很骄傲 你看我们台湾真的是 我们是一盏明灯耶 我刚刚会讲的 我们是灯塔 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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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塔真的是台湾 对啊是不是 第一太阳花谁先的 台湾嘛 对啊 然后太阳花完之后 就那个香港了嘛 对 香港完以后呢就换到美国了 所以台湾是不是灯塔 嗯 是吧 然后再来 再人去抗议 这是也台湾先的 嗯 台湾就是你在那个群众去参加什么 聚会啦 抗议啦 游行啦 然后送个便当 包个走路工 台湾先的 然后现在呢 美国再来学台湾 我们不是灯塔吗 我要分享这一段 那个 哈哈哈 我们资深媒体人高林云大哥 嗯 他说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 应该马上对北美播音 哈哈哈 鼓励美国人民抗暴 嗯 哈哈 总统川普 您是人类的救星 哈哈 你是世界的为人 哈哈 总统川普 你是自由的灯塔 你是美国的长城 哈哈 哈哈 这首大陆朋友可能没听 总统讲功纪念歌 但我觉得歌词稍后要改一下 因为有人比总统川普更是自由的灯塔 那就是台湾啊 对不对 所以就要改一下 台湾民主 照亮了美国民主的道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